来看到2015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访问团 经过热烈的选拔之后 筛选出160位台湾各大专院校优秀的青年学生到各国访问 而北美一团在领队江国强的率领之下访问湾区 希望能够增进国际人士对台湾的认识 也让青年朋友更了解国际事务 这次的青年大使访问团在国内的申请过程中 第一关是要个人提出申请 然后经过学校的endorse 就是国际学校的同意推荐来增加报名 第二关是由外交部找出所有的专家学者来做筛选 第三关就是把这些经过两关的同学 自己把你这个专长的项目拨上网 然后由网民来做最后的筛选 所以今年总共有一千人左右来报名 最后3160位精英 那么来组成10个团到世界各国的角落去 那么它的路线包括邦交国以及回邦交国 好比我们北美一团来讲 就第一站在九星山 第二站在夏威夷 第三站是在我们的邦交国马扫群岛 第四站是关岛 那么希望透过这个邦交跟回邦交球 让我们的青年朋友能够了解 外交部驻外单位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也希望激发这些年轻人将来有机会 也能够投入外交的行列 也利用他们不同的专长来做一国际的参与 谢谢大家